勇士经理麦尔斯爆料考新斯签约台湾T联赛前与他电话交谈内容 考新斯问麦尔斯为什么自己不能留在NBA 麦尔斯的回答太直接 近日台湾媒体爆料 作为昔日NBA世界全明星球员的考新斯 即将登陆台湾T联赛高雄海神队 如不出意外将在1月底抵达台湾 而近日勇士的主经理爆料了自己一段和考新斯电话交谈的内容 故事背景发生在一个月前 当时考新斯正准备加盟高雄海神队 当时考新斯主动打电话给麦尔斯问他道 为什么我不能留在NBA 麦尔斯说你想要得到答案吗 因为联盟里很多经理还怕你做一些事情 考新斯又问这是为什么 麦尔斯说不论什么原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必须表现得足够好才能够留在联盟 重新让人信任你而不是达标 你必须用表现说服他们 这并不公平但情况就是如此 麦尔斯的话也是十分直截了当 只言考新斯脾气过于暴躁如同一颗更衣式炸弹 如果你是超级巨星的时候 隔着球队总经理还可能会容忍 但是当你失去超能力 只是普通角色球员的时候 没有总经理会选择你这样的球员 这些话估计也是激发可信斯 离开NBA的最大原因